孙杨获得并列第二名 北京时间7月31日 伦敦奥运会在男子200米自由泳中 中国的孙杨和韩国的朴太环并列获得亚军 不过赛后颁奖仪式中出现了让人意外的一幕 升国旗时并列为亚军的中韩国旗竟然一上一下 韩国国旗在中国国旗的上方 按照国际比赛惯例 如果出现前三名并列的情况 国旗应该是并排放置 处于同一水平线 这在国际比赛中并不罕见 但是这次 组委会却将中韩两国国旗采用上下放置的方法 这就有点出人意料了 在国旗问题上 此前在女族比赛中 组委会在介绍朝鲜女族运动员时 竟然用的是韩国国旗 也遭到了朝鲜方面的抗议 此外组委会还多次出现乌龙事件 温布丽球场的贵重钥匙离奇丢失 在男子配件八分之一决赛的金牌颁奖仪式上 匈牙利奥委会官员称 澳组委提供的匈牙利国歌录音 出现了严重的走调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